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0月27号 播出对中华民国蔡英文总统的采访 她首度证实美军在台协助训练国军 之前美国总统拜登在21号参加CNN节目时也提到 中共如果武力攻台 美国对台湾有所承诺 中共国台办法言人马小光11号对外宣称 坚决反对台美之间的军事联系 对于CNN访问蔡英文 中共官媒环球网抨击说 这是公开玩火 首先中华民国从1911年武昌起义开始 从辛亥革命开始 它就一直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 第二就是美国并没有在台湾驻军 那么这些武器军售到台湾了以后 才要进行训练 才要进行具体的操作等等 这方面怎么样去管理 这些都是需要得到专家的指点的 所以美军它是在帮助训练国军 在台湾训练国军 所以说美国并没有在台湾驻军 对于中共批评 CNN再次发表文章 指出支持台湾是美国两党共事 中共的回应正是美中在台湾问题上 局势日益紧张的证据 台湾与美国的关系 一直是北京当局最担忧的问题 针对两岸关系 蔡英文表示对于台湾 中国甚至全世界人民来说 这可能都是最具挑战的议题 虽然台湾的政治体制不同 如果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愿意 会与他坐下来谈 这也是在处理两岸关系时 避免误解 错估 误判的最佳途径 总统蔡英文表示 台湾所有政党都支持 并希望有机会成为联合国体系 有意义的参与者 外界认为中共在联合国势力庞大 台湾恐怕无法顺利进入联合国体系 虎平认为 如果十年内还不能促成中国自由民主化 那整个世界将会变得比今天更恶劣 新唐人记者李韵黄艺美王明宇采访报导